NEO 了世紀天天榮幸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要來看伯烈甸人對上亞美尼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羅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伯烈甸人 伯烈甸人擁有工兵最常射程的工兵特性 而且他吃綿氧這種可以馴服的動物 吃的速度也是最快的文明 伯烈甸人雖然他的工兵射程非常遠 但是並沒有拇指環 所以在工兵對射的情況下 是有可能會射輸給對手 那伯烈甸人呢 他本身是三級馬鎧 三級攻 三級射 三級的步兵鎧匠 是都可以用的 雖然他的青旗兵沒有血統 也沒有大落馬升級 但是以青旗兵7加4的傷害 而且有三級馬鎧的情況 反之對方的戰毛兵是可以的 所以伯烈甸人遇到對方戰毛壓制的時候 可以轉出中型投石機或是肉馬 都是一個很好的對應 那伯烈甸人的後期 主要是打伯烈甸常攻、疾兵 還有這個肉馬 還有配上巨型投石機 那這個巨型投石機 還可以搭配精冠技術戰狼 可以讓對方的不動單位 造成99%的命中率 非常的準 而且還有範圍性的擴散傷害 所以伯烈甸人的後期 可以把巨型投石機當成火炮來使用 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亞美尼亞人 突然不見端討論 不然討論什麼 我們繼續 那亞美尼亞人呢 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羅車造價很便宜 而且他的羅車研發的科技 還會增加40%經濟加少 這次40%經濟加少就非常有感 讓亞美尼亞人變成經濟還蠻不錯的一個新文明 那這個文明的特色呢 是他的寶兵 複合弓箭手 那複合弓箭手呢 是可以針對對方的 對方單位 進行無視裝甲 進行傷害的一個弓兵單位 這要怎麼解釋呢 簡單來說就是 穿甲弓兵 直接把你的盔甲給穿過去就沒事了 所以他打這個大象啊 或是打遊俠 或是戰毛兵之類的 高遠方單位 或是哥的衛隊 這種單位的時候會非常好用 但是他的這個弓兵單位呢 有個缺點 就是基本傷害不高 而且也沒有太好的射程 這個射程呢 跟中無列弩跟熱納弩手一樣 手都是非常短 射程極短 那這場比賽也算是 射程最遠的弓兵文明 對上射程最短的弓兵文明 這也算是蠻有趣的一個對角 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打法會怎麼打 目前看到亞美尼亞人這邊是三個人伐木 這邊是繼續吃肉 這算是一個前期的細節 最近我會多講一些前期的配置 我覺得我出教學不如在影片裡面 直接講前面高手怎麼玩 前面都是先配三個木頭會比較好 其他的全部吃去吃住豬肉啊 到了15寸的時候去補個房子 應該是十三村補個房子 然後卻約再補個軍營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慢慢下去 那這麼早就下軍營的情況 很有可能是要來打快攻 亞美尼亞二棒棒 前壓轉肉馬公兵之類的 那這邊看到有在催入 那這邊蓋完軍營之後再補一個房子 如果是要打棒棒的話馬上要補 因為待會就要卡人口了 這裡棒棒沒有按 那我看來是不會打的 那亞美尼亞人是唯一可以在黑暗時代出槍兵的文明 所以亞美尼亞人這邊也沒打算走槍兵 而是打一個正常的升封建時代上去 然後轉肉馬或是攻兵的路線 這邊升級上去會按棒棒嗎 這裡很關鍵喔 這裡按棒棒會決定他後面的打法會怎麼打 這裡還是按了棒棒 那按棒棒的話 很有可能會轉攻兵喔 棒棒轉攻兵槍兵 防守策略 那不列天前期也很適合打棒棒的 因為他這個吃 民營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吃這個豬 所以不列天人打前面的肉馬開局 或是三棒棒開局轉裝甲 裝甲塔其實也蠻ok的 好亞美尼亞人這邊是雙棒棒 然後配槍兵有沒有 封黑暗時代就出這個槍兵了 非常的強 ok 那這個時候就槍兵囉 不列天人 MBL會怎麼對應呢 那以文明特性來說 不列天人應該是優於亞美尼亞人這邊 因為不列天人即使出公兵的話 亞美尼亞人出騎兵喔 亞美尼亞人的騎兵是跟波蘭一樣 沒有三級馬卡 那一樣有品種 所以還是蠻怕箭矢的 如果出騎兵路線的話 那出戰毛兵的話 不列天人又可以出中頭 那如果亞美尼亞人出步兵的話 又會震 讓 又會落入不列天人的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陷阱當中 以亞美尼亞人有白血劍勇 但是我有長弓兵射成鴨子 所以不管怎麼說 這一局可以預測的東西喔 是可以看到 戰毛兵跟騎士一定會出來的 呃 白血的劍兵勇應該是不會出來 畢竟對方是弓兵文明 不然就是 哈特這邊要轉僧侶 當然以轉僧侶 以轉 出來的對力的東西 就是要對於對方的中頭 所以亞美尼亞人可能會採取一個 非常大量的戰毛兵 配僧侶 還有騎士肉馬的部分 去進行搭配組合 那前期的部分 只要不要有太大的失誤 都還能打 好 畢列天人這邊果然是轉肉馬開局 這邊木頭有點爆炸了 一級農已經點下 趕快撒中田 但這裡一樣還沒有吃完 這裡木頭配的好像有點多 石木配是不是 OK 石木配 下面有一隻槍兵被解決掉了 走過來 爆打一波 抓掉 有機會嗎 沒有 是打 棒棒卡位 卡不到位置 回頭打這裡有機會喔 這裡先收掉這隻槍兵 有機會嗎 剩下15滴血 打一打之後血量有點殘掉 不敢繼續硬打 那現在亞美亞人 稍微有點優勢 這邊棒棒加上肉馬 一直在騷擾 HART這邊的防守 進攻 還打得不錯 MBL這邊防守得有點 有點被騷擾到的感覺 因為剛剛拉村民過來打架 就拖到一些經濟資源 雖然沒有被擊殺村民 但只要讓村民 一沒有工作 甚至打架 就會傷到經濟 再等一下稍微解釋一下 這邊有人會說 欸明明就沒有死村 什麼傷經濟 不 這遊戲不是這樣講的 這遊戲 你只要讓村民移動 沒在採資源 就是傷經濟 而且這個經濟 是傷得非常嚴重的那種 當然收村也是喔 好 這裡一村應該要拿下 這一拿也要拿下 這個不拿下太虧了 被經濟投資了三隻 兩隻棒棒配上一隻槍兵 欸也是三半棒 有點忘記他按幾隻棒棒了 那亞美尼亞人這邊是轉出了 射箭場 有挖黃金 兩人挖金 然後開始撒農田 出的東西是毛兵配弓兵 然後一級射還沒有補下 那一級射到底什麼時候補 大概就是補到10片農田以上的時候 大概11片12片左右 就差不多可以去補這個冰工廠 那你冰工廠 冰工廠位去找下 雖然你有這個射程的優勢 但這意味著 你上城堡時代會更晚 因為農田的先下或晚下 會影響到你升城堡時代的時間 所以會比較建議 這個冰工廠等你有10片田左右的時候 再去下會比較好 才不會拖到你升城堡時代 然後很容易時代入後 就直接被對方城堡一波帶走 就是新手比較慘放的一個錯誤 就是認為冰工廠越早下越好 其實不是 在單挑的情況下不是 在以打這個團戰雙射箭場小凤的時候 那這個冰工廠就要早點下了 這個團戰思維跟單挑思維是完全不一樣的 千萬不能用看這個影片單挑去應用在團戰上 那肯定是會大爆炸的 大家可能會以為 我只要練完單挑的配置或是思維之後 去打團之後就沒問題 其實不是這麼一回事的 不是的 這個遊戲 打AI是另外一種遊戲 打團戰是另外一種遊戲 打單挑又是一種新遊戲 所以這個遊戲為什麼這麼常守 也有這個原因在 每一種模式都是全新的一款遊戲的感覺 好 亞美尼亞人 這邊是點下了一級色 但是冰樹往前送 沒有想要守家裡 那布列店這邊也是毛冰騷擾 但一級色還沒有補 冰工廠甚至現在還沒有下 好 當然這邊農田樹也快要來到十片田了 十一片田了 那這裡可以下冰工廠 好 那我的教學配置 算比較不會需要死記的 只要記個大概 那為什麼要只記個大概 最主要是大家在前期記這個東西的時候 記東西記得太死 很容記不住之外 而且會有些很多變數在 會讓你會忘記這些要記住的東西 那大概就簡單記了 不要那麼硬記 用硬記 因為硬記這個東西是很難記起來的 好 那下方的毛冰 稍微防禦 前方的毛冰也是想要騷擾 但是布列店已經圍死了 後面再補了兩片田 農田數量補的其實蠻多的 今天來到了十五片田 十五片田的肉量升城堡時代 甚至也可以轉騎士也沒問題 難道布列店上城堡打馬 按個大概四五隻騎士沒有問題 是OK的 但是一直打馬 很不太有力 好 這邊補了一個射箭場 亞米尼亞人轉射箭場開局 那雙射箭場打布列店 優勢 感覺沒有到非常優勢 最近人家的射擊 射程是兵院的 城堡時代就多一點射程 那也很有可能出雙射箭場 是要出這個 弓兵配戰嗎 這個策略也是可以的 好 不管怎麼說 我們看一下城堡時代兩邊怎麼打 好 更重要 好 這裡所有的單位回家防守 防守下面這塊區域 怕對方會從下面漏進來 好 那布列店這邊是轉出了一些肉 好 射到射寶斯來出息 兩邊先點下的是奴賓升級 布列店這邊是先點下二級射 奴賓升級 現在可以點要先點嗎 好 但是先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那雅米尼亞這邊是雙升 奴賓跟戰馬 這個就是 我會把它稱為雙升升級 好 戰馬跟奴賓都升 好 那目前哈特在找 對方的工兵到底在哪裡 那下方的槍一直在繞 都沒有繞到東西 所以 哈特應該應約約感覺到 有可能是從右邊來 好 可以把這個 戰馬兵往外拍 好 結果真的有兩隻工兵從右邊來 這兩隻工兵想要吸引對方的吸引力 那這隻槍兵還在巡邏 那槍兵在巡邏的狀況下 一直沒有撞到敵方工兵 這邊就很安心的 下了自己的強化教堂跟城鎮中心 哇 結果這裡還被擊殺到一隻村民 尷尬 那雅米尼亞這裡是沒有先上城補一個馬 就有出肉馬或者是出騎士去應對 直接補一個強化教堂 可能要出戰鬥祭司去撿聖物 還有再讓自己獲得一個額外的聖物 那這邊就可以用聖物慢慢量產黃金出來 那戰鬥祭司去撿聖物是比一半生女的速度還要快的 而且生存的效果也會比較好 比一半生女 所以戰鬥祭司撿聖物是非常有優勢的一件事情 好 那這麼久沒有看到對方的奴兵 那MBL 這邊 要怎麼去偷村呢 這裡又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HAT3TC Kano 城鎮中心全部都往左補 好 就蓋一蓋看到這邊 戰鬥祭司對戰一下 高打D3非常痛 收掉了弱馬 前方槍兵也收掉 OK 這邊可以收掉對方的工兵單位 沒有問題 一發就是一隻工兵 OK 所以MBL直接放棄治療 連想控 專注控家裡的經濟 還有產出後續的單位 應該要轉頭子車了吧 對 應該要轉頭子車 看到這麼多戰毛兵 而且對方也有奴兵的情況下 轉個戰毛或是奴炮 都是不錯的一個方案 好 上方兩邊工兵可能要相見了 投一下 預判成功 但是亞美尼亞 HART這邊反應很快 直接個V陣 V開了 一個V陣 V的很好 高地這邊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手 防守一下左邊這邊高地的威脅 只要這裡有工程器製造手 對對方的威脅就會很大 大家不敢輕而易久 站上這個高地 這也算是心理戰的一個部分 他敢上這個高地 就是隨便按一台頭子車 即使可以拍走他 這算是單挑中的一個小小細節 這有看似不起眼的東西喔 但實在上來說 會給對方壓力是很大的 好 右邊戰鬥技術撿 生物的速度太快了 但是還是有機會追得上喔 OK 追上了 尷尬 生物還是沒有機會可以搬回來 好 這裡趕快拉更多的戰毛兵 那不列天到底要怎麼打 這個組合 工兵配上青頭 其實最後的方法就是打這個 生女 475救贖思想配戰毛兵喔 基本上是能扛的 但是要特別小心被對方的奴兵 點掉自己的生女 不然就是要自己轉出頭子車跟對方互丟 好 當然騎士也可以喔 但騎士的話也要剩下攻防 剩下防攻就可以了 攻擊也可以不升 這邊的一個包夾 好像有點失敗 不列天的射程優勢實在太好了 胡家山的射程 8點射程對上7點射程的工兵 越射越虧啊 但現在不列天人是沒有轉出生女的 所以撿生物來說還是亞美尼亞這裡有優勢的 上面撿生物 都從MBL知道上面生物被撿走 是因為生物只要一被撿起來的話 就會在地圖上的這個 地圖上喔 這個白點就會消失喔 白點一消失就代表有人去撿生物 所以並不是MBL這邊開圖 而是一個觀察地圖的小小方式 稍微跟對方補充一下 好 上方的生物果然被打掉了 白點又出現了 所以這個遊戲的小地圖 可以獲得資訊還是很多的 其實在打像英雄聯盟啊 或者是世紀帝國 其實要看的東西喔 就是小地圖 就是時常要盯著小地圖在看的 而不是盯著自己的畫面在看的 其實這種遊戲就是大概就是這樣子 你要玩得好 這個地圖要一直盯著 只要地圖盯著 你的反應夠快喔 應對夠快 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失誤喔 會有太大的失誤喔 就一定是你前面 空兵自己也沒空好 那就另當結論了 那這裡是viper 他很長的一個方法 練習方法 就是盯著小地圖 不盯著自己的畫面 那為什麼不盯著畫面也可以弄 就是你盯著畫面自己的時候 就是只有撒棕田跟空兵的時候 7的時候都是看小地圖 哇 又讓你們學到一招了 糟糕 這個是直接選手們的練習方法 瘋狂盯小地圖 所以說你空兵時間 跟撒農田的時間 盡量不要花太長 把這個心力放在資訊站上面 會更好 還有這個開農的部分 好 那左邊投石車 說到非常多台 三台投石車房價 但是家裡還沒有遇到敵人 這裡兩邊都不知道 對手到底在哪裡 好 那前期打鬥應該就是這樣子 兩邊升到地龍時代 才會正面全面開戰了 這樣都是有點迂迴作戰 並不會正面衝突 好 那前方蓋神身中心 被HOT 亞美尼亞這邊抓包了 那弓兵對決喔 這前期就是誰的投石車或是弓兵戰武兵控的更好 所以就會更有優勢喔 兩邊都是偏弓兵國的開局 那有人會說 亞美尼亞美尼就是步兵國怎麼弓兵國 再看一次 我就覺得這個預判好像有點厲害 搞打滴 哇 舒服了舒服了 真的是 啊 去了 真是去了 好 現在布列典帝王十代有再多加一點射程 來到了5加4的射程 手非常長 投石車只有7點 所以布列典可以用長歐兵進行壓制會更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是用三級射還有化學 三級還有手推車 那亞美尼亞人本身他是個步兵國文兵 跟海軍文兵 但以弓兵線來說他是完整的 就只是沒有拇指環而已 三級射三級弓兵鎧甲化學三級射 戰寶兵都是全滿的狀況 而且他的寶兵也是弓箭手 所以我也會把這一類的文明 以當作工兵國來看 但像中國也是 中國基本上也算是工兵文明 但他的工兵並不是這麼的 有特色嗎 或是特別的威懾力 雖然中國連弩這個單位是真的強 但是就是手短 問題點就跟亞美尼亞的問題一樣 原因是工兵國 工兵的特點就是有射程 射程遠 但是工兵的射程都是偏近的 完全不遠 所以亞美尼亞人 這個文明要打得好的話 可能還是要搭配一些騎士 去進行輔助 用一些機動性的單位 或是機動自己的僧侶 去進行輔助自己的工兵 會更好一些 這邊是升級了中型投石車 而且工程工程師也補下了 這邊高打第一 先換一下 換掉一台 再一發 扛住 哇 被剪掉了 這邊有了 直接損失了兩台投石車 這邊三台投石車 並沒有繼續往前 家裡開始被騷擾到了一些 這個青頭 換兩台中頭門賺了 這個勝負我找過機會再剪一下 但是正面巨型投石要互打了 不利電轉出來的東西是 繼續更多的奴兵 強奴的部分還沒有升級上去 變掉了青頭 這邊中頭砸一下 又去了 公兵 國護打 出投石車 互打的時候就會特別的心痛 太痛了 投石車 踏邊球 好 這邊用自己的中頭 去反制巨型投石機 這邊剛好在城堡的側城範圍外 進入側城囉 回拉一下 走掉了一些箭矢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開始轉馬了 不然也是要轉騎兵 不利電這邊也要轉一些馬會比較好 不然就是要轉騎兵喔 在家裡防守 也OK 雖然不利電她是擁有主動權 亞美尼亞這邊反而是偏被動 偏被動原因是因為對方有射程優勢 所以亞美尼亞是沒有辦法彌補的一個問題 人家優勢就是比你好 但左邊這個地方MBL就有點顯得下水餃了 這個戰毛兵跟奴兵解決不了 是個大問題 那這邊受傷錯的不錯 亞美尼亞人補了一些肉毛大左邊 想要進行協助 這波攻防戰看起來是亞美尼亞拿到的優勢 這邊亞美尼亞人只有戰毛兵在左右邊防守 但拖住了MBL大量的強弩在這邊防守 進行投資機 這邊強弩完全沒有事情可以做 不如快點強弩到左邊 分個兩隊 可能會更好 哇 用投資車防守 結果漏馬過來 直接收掉老頭投資車 左邊戰性全面崩塌 但正面的部分MBL又害怕 對方直接強攻自己的巨型投資機 但MBL非常矛盾 心裡在想說到底我要先守哪邊比較好 好 家裡的肉麻被槍給收掉 開始把工兵往家裡補 OK 但好消息是MBL右邊城堡順利擊潰 Ata這邊且打且退 往後蓋了一個新的城堡 左邊修道院只有一個聖物 卡噴出來 加米尼亞這邊直接轉出了重裝騎士 重裝騎士遇到對方的不雷尖強弩 這就有點難打了 畢竟只有二級馬鎧 三級馬鎧真的很耐抗箭矢 好 排個一下 唉唷 還有這邊有空好 這邊巨型投資機 開始慢慢往前 戰狼後終於補下 待會MBL就可以使用自己的巨型投資機 反擊對方的戰狼 唉唷 左邊這邊怎麼了 我們回頭看一下 這一波是MBL在移動 中頭的路上 沒有用移動攻擊 結果遇到對方的騎士 不會自動射擊 唉唷 結果巨型投資機 後面砸了一發戰毛 還是砸到了 不錯 人死之前 還是有做到一點事情 好 但對方的戰毛兵很煩 博雷典最不想遇到的事情 就是對方戰毛貼上來 因為你自己自己有射成優勢 但是要跟對方對射 這完全沒道理 但是你又不射不行 對方是貼上來 所以博雷典為什麼要轉馬 就是要孕夫這種狀況 雖然你射著死對手的戰毛 但是你勢必還是要被交換掉一些工兵 這樣交換是不划算的 好 龍頭撒了一發 等於被騎士解決掉 右邊的戰線也是來了一匹肉馬 戰毛筆也是往前 右邊的城堡有機會守得下來嗎 就是要用巨型投資機 去拆一下後方的戰毛筆嗎 沒有 沒有這樣做 右邊的牆士就讓你丟掃 被解掉了兩台巨型投資機 還是三台 三台才對 第四台也會被收下 修得回來嗎 哇 修不回來 但是不列顛離死之前也解掉了對方兩台巨型投資機 那暫時右邊不會被馬上攻城 但左邊的交換會顯得有點棘手 對方已經轉出重裝騎士了 重裝騎士在這個階段來說是非常麻煩的 因為人家牆舞要從右邊到左邊 會一直有這個移動的距離 讓他用移動距離去分隊 他就可以獲得更好戰果 沒有意外 不列顏了 是確實被打趴了 家裡的農田村民一直被馬 這邊一直A 搶不過來 而且重裝騎士傷害非常的優秀 瞬間收掉了重裝騎士 然後防戰毛筆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MBL這邊要轉馬非常困難 甚至連弓兵開打快要點不下去 經濟一塌糊淑 雅米尼亞人反而還有三千多肉 一千多的黃金 可以跟MBL進行交換 這一波看起來MBL是左邊要沒了 頭死車砸一發砸掉非常多的戰毛兵 好疼 雅米尼亞人這把果然沒有出步兵 最近人家搶了這麼多步兵是出不來的 轉這個戰毛配騎士喔 雖然不是雅米尼亞人的最有特色的東西 但打起來還行的感覺 一秒到太差 好 那封制器的部分 要怎麼解決呢 左邊還有四台巨型東西 兩台騎士上前 收掉了一台中頭 中頭離此之前砸了一發 又收掉了幾隻戰毛兵 那裡看起來大肆已去 MBL經濟已經崩潰了 村民之一直往後退 城鎮中心也只剩下最後兩棟 城鎮中心 後面補了一個試煉場 但是右邊雅米尼亞人 也是且打且退 現在把裡面的生物給打了出來 現在兩邊在互相傷害了 互相換家 好是誰換家換起來比較快呢 好 烈點這邊轉出來 是槍兵的升級 但槍兵雖然可以防馬 但不能防戰毛啊 我們覺得 防個 轉個馬會比較好 但沒有這麼多的肉 可以讓他轉馬 尷尬了 運氣太差 這時候轉兵可能有點為11萬了 好 下方巨型頭11還在開拆 好這波換家 看起來亞美尼亞人拿到決定性的優勢了 這邊擊殺到非常多的村民 城鎮中心的農田也是被控住 不能正常開採農田 完蛋了 鬆頭出來 折一發 這麼遠 好 騎士區往前補 亞美尼亞人 直接變成 波蘭的形狀 更多的波蘭 騎士體質 往前A 唉 沒了 看起來是沒了 這裡就算槍兵出來 也救不了MBL 好正面的部分 亞美尼亞人並沒有想要理 這頭強母有點麻煩 那現在正面這個部分 只要用戰毛兵就能守下來了 但是巨型頭11沒有辦法 那現在HOT是沒有打算要回守的 這邊就是先把MBL打到投降 他就贏了 確實如此 那我時間也回到MBL身上 我這裡這一頭兵 你不解掉我也不投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脫台前 看起來是MBL 偏更劣勢一點 這個思願量更極限 哇 聰明還被追殺 打出 GG MBL出了130隻的強奴 但是卻打不贏 亞美尼亞人 的重裝騎士 配戰毛兵的一個策略 簡單粗暴 而且亞美尼亞人工程系 也是偏弱的 沒有工程師 也只有巨型投資機 也沒有火炮 這麼劣勢的情況下 HOT還可以打贏不列電人 這是相當不容易 我覺得還是歸功率 轉兵轉得比較早 這一點的特點 HOT獲取了一個主動攻勢 讓他這邊雪球越滾越大顆 那MBL經濟 一夕之間就崩塌了 那MBL這邊的問題 最主要是 他太堅持想要拆掉右邊這兩根城堡 這兩根城堡也讓HOT 爭取到了非常多的時間 讓左邊有機會 一舉都更 MBL的城鎮中心 更大量農天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嗨